第十三集 胖子做事就要脱衣服 那白发男子压根就没理他 镜子进了暗室的后门 看见他那白头发大哥没理他 胖子善善的把脱了一半的衣服重新穿好 这嘴里还嘟嘟囊囊的 走出后门 是一条狭长的涌道 白发男子明显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了 偶尔遇到几个岔路 他也没有丝毫停顿 左拐右拐一直带着我们走到了永道的底部 这一路上 我们几个拿枪的都是提心吊胆 不知道那几个失踪的活尸会从什么地方跳出来 好在直到出了永道 连个活尸的毛都没见着 出了永道再往里走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水潭 永道口距离水潭也就一百多米 竟密密麻麻地堆着成百上千具尸体 这些死尸不完全都是干尸 有的尸体死的时间并不长 由于溶洞的尸度太大 几乎所有尸体都有相当程度的腐化 有的已经烂成了一副骨头架子 尸丑恶气冲天 简直能把人给活活熏晕了 胖子捂着鼻子还想再说什么 只是看众人都瞪着 只能兴兴作罢 王队 你看那儿 张云伟的手电照着不远处 地面的某个长条物体 老王顺着手电的光亮看去 这是一支老式步枪 枪的金属部分已经全部生销 枪托部分几乎完全腐烂 从外形上判断 不是民国时代的中正式步枪 就是小日本的三八大盖 这也有 李延用匕首挑起来一个 黑漆漆的绣歌 看了半天才辨认出 这是传说中的王八盖子 就是小日本的南部十四式手枪 越往前走 发现的东西就越多 有崭新的防水指南针 已经绣成铁棍的大刀片 一个倒在地上的骷髅架子里 怀抱着一个看风水用的罗盘 甚至还发现三具外国人的尸体 这仨人死的时间可不长 从体貌特征能看出 这是高加索人特有的金发 和白色人种的轮廓 三人身边不远处 分别有两支已经大空子弹的 AK-47步枪和雷明顿线弹枪 检查三人遗物的时候 没有找到他们的身份证明 却在背包里找到了一块雷管 和五公斤的塑形炸药 雷管和炸药被防水袋包裹着 保存得非常好 剩下的就是类似宫兵铲 攀岩绳索 还有矿工头盔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口袋里还有八千多美金 那个王八蛋老林 到底骗了多少人进来 白发男子看老王一眼 没有说话 老王 炸药和雷管扔这可惜了 带上了 或许路上能用上 行 拉子 你把炸药和雷管带上 我来拿吧 我来拿吧 你们那个手拿肩扛的 也都有二三十斤了 这点东西 还是我带着 还没等我回答 胖子抢先走了过去 我正奇怪呢 这胖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心呢 直到看见他拿起炸药的同时 顺手将那雷明顿现弹枪背在身后 有一极快的手法 把那几千美金给揣进自己的口袋 再往前走 就到了水潭的边缘了 这是个地下溶洞 头顶上临次质笔 垂掉着百十来个钟入石 有几个的石尖已经伸进了水面 潭水黑漆漆的 深不见底 要是平常我们几个人游过去 这也不算什么难事 可是现在 抛开那几个马仔不算 光想想还有至少三个活尸 不知道藏在哪 要是在水里遇上 我们几个怕是够呛 老王走到白发男子身边 老哥 再怎么走啊 报告 我知道 这个算不算立功表现 没等白发男子说话 站在后面的一个马仔强先说 这家伙倒是算聪明啊 他参与了超过一吨的毒品走私活动 现在主犯死了 等审判的时候 难免不会把他们几个从犯 从重判法 搞不好还要拉出去打个把 现在争取个立功表现 最起码还能判个无期 老死在监狱里 也比被当做马的强 你知道 老王看了他一眼 这样的事他可见得多了 想说就说 不说就罪加一等 我说我说我说 以前我跟莫他来过几次 出了这片水潭就能出去了 废话 就是不知道怎么过这片水潭 游过去 马仔没回答 直接跑到岸边不远处的两个土包旁边 他将两块棚布掀起 露出两条山板 山板上竟然装着马达和螺旋桨 这两条小山板倒扣在岸边 盖上伪装用的棚布 远处看上去就跟土包没什么两样 看见出去的希望 大家悬着的心稍稍安稳一点 老王安排人把两条山板拖进了水里 这个山板并不大 一条船装十个八个人还是夫妇有余 我们十来个人分成两组 船终于开动 只是因为要避开纵横林里的中路十损 行驶的速度非常的慢 终于能离开这鬼地方 妈这趟活干呢 以后睡觉都得多个梦 胖子上了船就显得更加心安 没人理他就开始自言自语 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坐在我前面的白发男子 这哥们锦皱眉头一言不发 似乎有什么事没有弄过 我跟老王试探了很多次 还问了大殿里金色骷髅头的事 他总算是回了一句话 不关你们的事 王队你看 水里有鱼 对面山板上 宋二愣子用手电照着水面嚷嚷 顺着手电的光柱看去 山板周围 出现了好几群游动的影子 正围着山板游来游去 看起来就好像是有鱼群在迁徙 是什么鱼啊 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啊 胖子坐在边上 看见有几条鱼游得近了 又不怎么怕人 便伸手向鱼群抓去 别动他 白发男子突然伸手挡住了胖子 嘿你什么意思你 几条鱼二爷又不是你家养的 胖子的脸是有点刮不住 白发男子也不理他 伸手在船边虚化了一个圈 食指在圈中心猛一点 水中跳起一条怪物 胖子的眼前凭空越过须圈 重新坠落水里 胖子看得清清楚楚 这怪鱼身上长得可不是鱼鳞 而是一片一片的羽毛 这还不算 鱼嘴里横七竖八的长满了鸟牙 还有半根人的手指头 挂在那鱼牙上 这叫他妈的鱼 鸟鱼 胖子瞪着眼睛 向着怪鱼落水的方向发呆 同船的其他人也都看傻了眼 白发男子右手晃了 看他的手势 是将刚才画的虚线擦拭 这还算是人呢 子弹都很难打死的活尸 他说弄死就弄死了 他对活尸的态度 那就像是那活尸对我们的态度 追得满哪跑不算 还连打带骗的 最后还把脑袋给掰下来了 现在又随便画了个圈圈 就有长着羽毛和一只獠牙的鱼 跳进去 说他是平常老百姓 谁信哪 李延掏出一根烟 就递给了白发男子 好本事啊 果真是大开眼界了 你这一手我都没听说过 不过话说回来 这长羽毛的是什么鱼啊 白发男子没理会递过来的香烟 李延有点尴尬的把烟收了回去 不过白发男子还是讲出了水中怪鱼的出处 这种鱼叫盈鱼 是龟山西岸的一种淡水鱼 这种盈鱼身生羽翼 叫生如同鸳鸯 离水几死 胖子翻了翻白眼 离水几死 那鱼可不是离水几死的吗 不对 刚才那条盈鱼跳出水面 那不就是离水吗 我怎么没看他死啊 我拽了拽胖子的一脚 胖子一脸不耐烦地转过头来 你干什么你 我指了指水面 刚才活蹦乱跳跃出水面的那条盈鱼 已经翻了白杜 飘在了水面上 胖子盯着那条死鱼 你还真配合我 早不飘上来晚不飘上来 我一说话你就飘上来 船上可没人理会胖子的自言自语 想起盈鱼跳出水面的时候 嘴里咬着一根手指头的样子 我忍着恶心问白发男子 这种盈鱼不像是吃素的 长这么大颗 不是食人鱼吧 白发男子看了我一眼 在龟山时 盈鱼吃小鱼虾和水草 不过在这里 他们就只能吃腐蚀和死人了 这话说得我一哆嗦了 宋二愣子愣是没听出来 白发男子话里的意思 为什么在这只能吃死人 水里除了死人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这话一出口 两条船上顿时鸭血无声 旁边山板上的一个呆头呆脑的马仔 趴在船板上 头几乎贴着水面 看着盈鱼跟在船后游来游去 正当他看得起劲的时候 一双惨白枯干的手 无声无息地伸出了水面 水下面有怪物 没等那马仔反应过来 得双手猛地揪住他的衣服脸子 一把将他拖入水中 胖子举枪对着还飘着浪花的水面大喊 老王也看见了 戒备 水里有东西 刚才那一幕不是所有人都看见了 红船剩下的几个马仔还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两条山板周围的水面起了一阵涟漪 紧接着有十几个黑影跃出水面 闪电一样跳上两只山板 瘦小枯干的身材 满脸猙獰的像 妈的 这不是火石是什么呀 不是说只有三个火石吗 现在架入水里的 三十个都不止 一时间枪声大作 火石从四面八方跳上山板 零散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旁边那只山板只剩下老王和刘京生两个人 红船的几个马仔 已经被火石咬死之后突入水中 才打上张云伟和李家栋 我冲着他们俩大喊 你们快跳过来 此时 白发男子手中的短剑 哄进了一个火石的肚子 顺势向下一滑 衣服好像被风干了的下水 吊在山板上 转眼间火石就变成了死尸 还没等他打出短剑 白发男子的左右 同时跳上四五个火石 白发男子一脚将其中一个火石 踹下水去 身子露出一个空单 被剩下四个火石撞下水去 没了白发男子作阵 我们这船人 就只能靠自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